再來關心到娛樂消息 國片我的少女時代 男主角王大陸日前公開說 票房如果衝破三億 他就要裸泳 現在確定他要實現諾言了 因為票房呢 衝破了三億大關 讓粉絲都很期待 新男神王大陸要學哪一天來裸泳 國片我的少女時代 主打校園愛情故事 上一不到一個月 票房衝破了三億臺幣 已經達到男主角王大陸 雲諾的裸泳門檻 拜託 拜託 讓我裸泳 三億馬 我 王大陸 說到 就到 我的少女時代 吹起了一股懷舊風 電影長期勾起 不少六年級生的青春回憶 搭配青澀的初戀故事 成功打動民眾 擠進台灣國片史上 票房紀錄的前十名 目前佔據第九 而且因為還在上映中 因此有望持續攀升 隨著電影的高人氣 王大陸成為了新一代男神 盡其他努力健身 鍛鍊肌肉 為羅勇做足的準備 現在就等喬好時間兌現諾言 只是票房突破三億後 演員及導演 接下來會不會再做出 其他的驚人承諾 來自其量發揮 也讓外界十分期待 UDN TV綜合報導 照顧